大热天 游客滑着橡胶艇玩得好开心 这里是新北市万里一处沙滩 当地民众整理之后 提供水上摩托车 橡胶船等等 租给游客玩水 但现在却招人质疑 占地营业 相关单位却没人在管 我们在这边玩之余 那就是说 有游客啦 他们也想玩 那OK我们就是所有的清洁对 业者喊冤 说这里本来是没有人管的脏乱沙滩 他们费了好一番功夫整理之后 才有现在的模样 而他们自己玩水 顺便租给游客 也有申请公司纳税 只是想要乘租使用 却不知道该要找谁 那我是不晓得清湛的定义在哪 毕竟我搭上某棚子 所以马上就才走 北关处说 沙滩不属于他们管 开开现场告示牌 提醒游客这里是无人看管的海域 而业者也强调 他们有请安全救生教练 北关处则强调 这块地不是他们管的 只能加强安全稽查 他属于就是说 未登陆土地 那全署机关是国产署 至于业者就是搭棚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要进一步去请教练 然后他也提醒 这个相关众用的 承租问题 北关处要业者去问国产署 新北市府则表示 即将没有设置固定的建筑物 原则上不反对业者做生意 只是到底合不合法 相关单位没有明确的答案 也让业者是进退两难 记者朱立荣新北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